你知道夜市的土豆块为什么那么好吃吗 水开下入土豆 煮三分钟捞出 起锅烧油 土豆炒至金黄 再放入火水片 继续翻炒 加入一勺辣椒面 一勺自然粉 一勺黑芝麻 99粒盐 翻炒均匀 撒上葱花 即可开吃 哇塞 太香了 这好吃 这肯定好吃 那是必须的 这就是夏天应该吃的呀 对咱们都凉菜 行了 我就拌吧拌吧 这也太好了 这份看着就高兴 特别好吃 嗯就好吃 再网上学了一个用空气炸锅做玉米烙的方法 看评论说 用这种水果甜玉米粒是最好吃的 而且热量还低 配料表演很干净 先打一颗大半蛋 喷一层油 搅拌均匀之后 空气炸锅180度10分钟 然后玉米烙就做好了 撒一点白芝麻 真的超级超级好吃 这个甜玉米粒是自带甜味的 不用放糖都超好吃 我告诉你呀 以后家里的白菜 别等炒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个凉拌白菜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首先清水中放一勺盐 搅化开 再放白菜 浸泡五分钟 这个时候 你可以闭着眼睛看看 上面飘糊的 全是杂志和脏东西 我每天都在 用新的教育菜 能否给个小红星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切好的白菜 撒入一把盐 用我的双手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千万别去用水清洗 只需要挤干水分 放入碗中 加蒜末 辣椒面 葱段 再用热油炸香 调味放一勺松抽 一勺陈醋 蚝油 再次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你就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呀 以后家里的白菜 别等炒着吃了 像我这样做个凉拌白菜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首先清水中放一勺盐 搅滑开 再放白菜 浸泡五分钟 这个时候 你可以闭着眼睛看看 上面飘糊的 全是杂志和脏东西 我每天都在 用新的焦豆菜 能否给个小红心 鼓励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切好的白菜 撒入一把盐 用我的双手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千万别去用水清洗 只需要挤干水分 放入碗中 加蒜末 辣椒面 葱段 再用热油炸香 调味放一勺松抽 一勺陈醋 蚝油 再次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喜欢你就赶紧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 营业饭餐桌上 做一道脆皮香蕉 意味着甜甜蜜蜜 幸福美满 准备香蕉八巨蛋的外衣 插上牙签 切成均匀的小块备孕 反正打入两个 我刚刚炸的蛋 倒入一包小酥用专用粉 加入清水 调整酸酸的严重度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焦豆菜 头都响大了 能否给我一个小红星鼓励支持一下呢 非常感谢 加入一勺食用油 搅拌均匀 红椒蘸上面糊 油温五成热 下锅炸 炸着金黄酥脆捞出 这样做的脆皮香蕉 香甜软糯又酥脆 赶紧给家人制作起来吧 入碟 炸 炸 眼 炸 炸